先講講講問 聖誕節的假期已經過了 103個聖誕節過去 基本上大家只準備過2022年 餐飲業統計說 今年的聖誕假市道暢旺 不單是超過去年 是超過2017年以來的階值 業界股當日的生意額也有4億 但由於食材、價格和員工薪金 所以餐廳都平均加價了成本 按他們的說法就是賺得多不夠多 跟餐飲業不同 零售業似乎都有少少的進障 本身沒有了很多遊客 但本地消費都多了 所以零售界相對來說是多了 因為本地都去到七成 但是業界都不打算加價 因為零售業來說 七折都打打八折優惠 希望去刺激消費 讓我們有錢花 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有幾樣東西去討論 因為飲食業復甦了 我想之前幾個月已經講了 因為我自己去吃飯 我知道的 其中尤其是聖誕節這個原因 就是聖誕節在香港的人是多了 以前很多是外遊的 所以留港消費的人是多了 所以你就會創作 並不是代表你整個餐飲業是好過以前 完全好過以前 但是因為這個聖誕節是比較多 所以他的生意也好 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但是至於他那個人的人工 他那個人的人工 就是記住 人工上漲是好蛇的 人工上漲是好蛇的 那誰不希望香港人工增加 即是Factors of Production 我們其實希望把其他的Factors 按下去從而令人工增加 我們希望租金會便宜一些 其實如果大家做生意 做生意基本上是Return on Investment 我扔多少錢出來賺多少錢 而這個Return on Investment 就是等於和我利息比 如果你是什麼的話 你是不便的 但是全世界你不會相差好遠 可能相差3-4%的地方 你的人已經去到一個地方 如果算是Risk Factor的話 所以你不會很大 但是問題是你可以令到 如果令到其他的成本減低 如果收益不便的話 你就可以令到你的利潤增加 你的所有人好些 就是你的租金便宜了 或者來料便宜了 那些人工便會因此提升 因為到了最後 你賺那麼多錢 人工佔你的比例 都是一個狀況 譬如說租金減便宜了 可能租金減便宜了 到了最後你 你到最後陽毛出在羊身上 到了最後中方棒贏了 到了最後 只不過是大家在競爭之下 是令到你坐的位寬闊 這時候為了加班 那大家又在競爭 那時候就令到 本來你每個人可以擁有 一平方尺廣間 沒有人擁有1.5平方尺的空間 因為我可以寬放 這樣吸引客人的狀況 所以其實大家正在講 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所以我們希望成本增加 成本減低 但是人工成本我們不希望減低 我們希望人工成本增加 這件是一個好事 但問題就是 材料就是一個輸入性 就是全世界的材料 材料增加就是一件好事 因為人是沒有什麼 沒有得益到的 所以整個 但是我想 輸入通脹會一直都有 通脹會一直發生 當輸入通脹有時候 可能遲些會 反過來倒灌 令到人工會減少了 這個是大家應該要小心 因為到了最後 如果你沒有加價權力的話 你不加價的話 你不加價的話 材料來到了 你為了禁工 你為了禁工 就是沒有人做事 本生意 情況就是這樣 零售業當然是大 邵家輝真的很慘 整件事 因為你一直都不自由行 一直都不自由行 一直都不自由行 一直都不通關 你一直都是很嚴重 除了通關的話都不會好很多 這是問題 因為很多錢已經去了網購 但是網購都算是零售界 所以邵家輝都要服網購的人 當然 今次有增長 當然就是一個反破 因為早兩年 我想都沒什麼人有心機去做這個慶祝 今年升了一點 其實都叫做週期性調整 但是業界的看法都是說 除了週期性調整之外 主要是因為有消費券 現在的人還沒有使用消費券 就在聖誕那天順便洗 對此他們覺得消費券幫了業界很多 邵家輝亦都說 希望政府在農曆三年加碼 再派三千元消費券 讓當方方利是讓市民開心一下 這個可不可行呢 我一直都反對派消費券 因為其實政府都不是太多錢 而且其實政府可以用政策支持 可以用政策支持 令他們賺錢 政府最好是用政策幫助 而不太傍稅 但是因為如果你說派利是 和邵家輝有這麼慘 那些人就要這麼慘 實際上抵不上說也沒辦法 整件事 在原則上我不是覺得很責任 這件事是單沙填害的 這件事是單沙填害的 如果派消費券對整體有利的話 我不如每天派 很簡單 當然整件事在大局來說是不利的 但問題就是 打媽媽啡也要 有些情況 有急不夠窮 對 始終你如何長久下去 他們都是通關最重要的 雖然通關也不會很大幫助 我想整個要產業條件 要產業條件 講完這個之後 當然也講講其他產業 香港賽馬會 就扮演香港精英運動員賽馬日 表揚香港運動員和體育學員成就 陳政長官林鄭月娥支持的時候 就是奧運的佳職 就是感謝精英運動員在奧運的時候 為香港創造佳職 為香港社會鑿入強心 和不正能量 他形容特區政府是運動員的強大後動之一 也會增加對支持體育的資源 事實上也是 在奧運期間 其實大家留意到 黃藍的討論是少了很多 除了這個黑衣事件之外 其實大家都不太說 譬如甚至說到劉武尚 或者他那天是劉之 隨便 有人說他是不是黃 但是你看到即使是save on con 那些人都說不要討論 大家只是為香港出力 就是這樣 你也是看save on con 我在裡面 是不是 我不是在裡面 他好像經常都彈給我 我沒有看到他在裡面 他轉了 轉了是不是 嗯 是不是好像轉了那一次 save on con 是啊 他有兩個的 一個是假的 是嗎 是啊 你要save on con 夠夠香港的那個才是真的 如果純粹save on con 或者save on con HK 那個是假的 什麼叫假 就是黃絲開出來 然後吸一些藍絲進去 然後就說一些像藍絲王的事情 OK明白 所以我兩邊都有看過 好一個過癮 是 那個是運動員的強大後盾 我這樣說 其實以前我說奧運會 奧運會最初的時候 規定運動員是兼職的 但是他後來有些 舉個體制國家 比如蘇聯 後來是中國 最初是蘇聯 就開始參加的時候 就發現 他在他心目中 沒有兼職和全職這件事 因為他根本上 全部都是為國家打工 所以 所以就不存在一個兼職和全職的問題 所以到最後就贏了 到最後之後 之後就會變成很多都是全職 或者這樣 其實奧運運動員是一個夢想 他是一個國家富裕的表現 他是有很多人 你可以能夠令到很多人變成炮灰 因為你拿不到 其實他就是為了奧運生活 他不跟踢球 踢球就算不是的話 意大利有一個球員 原來他是完全不會踢球的 但是因為他後來寫了一本自傳 後來他專門幫人 他很搞笑 好什麼 炸底踢球 然後就幫球員找女兒 於是他就在球圈裡混了20年 然後就叫郭文人退 這樣也可以 因為你足球本身就是一個娛樂 但問題是你去扔標槍、擇節球 或者上次去跑步 你不會直播你跑道 跑步容易有人看 所以其實那些本身已經是 你會製造出 好像做生意 但是做生意雖然有大量失敗 但是中間也有一個過程 你會製造出大量人工很低 然後到三十多歲的時候 退役的時候 你才是 你才是 再重新找個工作做 幾個階層 你會變成一個非常之 如果你不是一個表演性 譬如打球 如果不是表演性 那些做了一大堆這樣的人出來 但是 只不過得很少數成功 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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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水 跳了十幾年之後 之後退役 你不知道為什麼除了教人跳水之外 其實那件事 你本身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但是不要緊 如果你喜歡你 你為了夢想 然後出來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三十多歲出來的時候 你都還留辦法 分析到他們的生活 或者可能有些早點退役 好像方力申一樣 不知道有沒有做什麼事 或者有些事有拍攝 或者有些事有拍攝 或者有拍攝 你會變成拍攝 好像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他拍攝 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你會製造出很多悲劇 其實 但問題就是 那個悲劇 你知道不是太悲 然後他們可以能夠 re-allocate 那些人 那些人 你都可以值得負擔 但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 一個是 那個地方的政府強大的表現 那我認為 如果你是 你最重要的是 你是 那個 廢子 廢那些人 就是說 拿不到獎的人 的 racial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人道立場的話 就是 你應該不是 究竟拿到多少獎牌 而是究竟你應該是 那個 拿不到獎牌的人 就是白鬥了薪金的人 那些人不是給錢 他的問題 而是 他們自己個人 後期在退役之後 那個發展的問題 因為會好什麼 那我覺得 那是更加重要的 拿到獎牌的分別 我不是覺得好看重 那是純粹人道立場來講 因為那個人 你已經 那個叫做 拿到那個 說收了很多錢 那個 那個 什麼賠 何師傅 是 那些你不用特別去答 不是什麼 真正 如果是順從 在管制來講 應該最重要的就是 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 反而是 那個報廢的率 而不是你有多少 當然你兩個人有關係 或者遮掩運動員 那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 就是 補底 比拔尖 跟拔尖一樣 不重要 但問題是 拔尖 這個其實是一個面子工程 運動員 就是 面子工程有用的 是因為 令到大家 很多人 可以 凝聚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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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共同體 你是會有一個 我用共同體 因為免得說國家 香港 所以 有一個認罪 有一個認罪 觀賞性的運動 其實我們不是很擔心 好像馬龍 即使他退役 他都能找到 但是 一些沒有那麼觀賞性 像摘鐵餅 摘標槍 摘器 摘 摘鐵球 摘一下 其實觀賞性很低 對於他們 之後的生計如何 經常都說 開始續發展 是的 相信香港沒有什麼 是摘鐵餅 香港沒有什麼 摘圓球 那些 推圓球 也很少 講完這個之後 也講一下 一些可持續發展的事情 就是這個 破險基金 據報 就下這個百業蕭條 那破險基金 就是失業打工仔最後保障 那但是 就是二十五 就是自九六年開始 就已經二十五年 都沒有調整過 這個 就是特位條款 那麼有望 明年就提高了 那就不知道 會不會可以 就是那個電資上限 就得到顯著增加 那就是 現在目前 就上限是三萬六千元 那就是 但是呢 就希望 就是勞工界 想要推高 去到八萬元 那就是 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嗯 就是 這個就是 我早就說 就是 很多勞工界 周時 你的聚焦 其實是在這些地方 如果被人破 破產 和欠薪 這件事是周時都會發生的 但是 我不知道 是不是需要一個基金 或者這樣的支持 去支持這件事 但是我們盡量希望 其實就是 那個勞工應該是最重要的 都是 很容易找到工作 很容易找到工作 那所以 所以很容易找到工作 而且 倒閉的比較少些 會比較好些 就是整個勞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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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在 賺錢那裡不在福利那裡 就是 就是 那個是重要一些 但是問題 這個就是 你不能夠沒有的 但是始終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是真的會失業 有些人真的會立即 會不會犯開 那這些是完全 沒有辦法可以避免的 那當年就是 以這個入息中位的數 就是9000元 去穿成四個月 就計算了36000元 那現在的入息中位的數 應該都不止了 那現在的入息中位的數 據報現在的入息中位的數 是19600元 就是 少於這條數 就變成赤貧 就是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所以就說 有調整 這條數叫赤貧 還是叫貧窮 你不要搞錯 貧窮赤貧 貧窮還未到赤貧 是 OK 現在就是勞工法 似乎 或者這麼說 勞工好像想 在這個新制度之下 拿回更加多的地位 現在他們說 想要多些利益 大家都因為見到 一片南海 當然想乘機增加多些利益 就是 在現在 就是說 在拉了這麼多人坐牢 整個Mass 中間 維基了很多生態位 大家都想霸佔回生態位 你不霸佔就別人霸佔 大家都要做事 如果不是 第一屆30% 第二屆就不知道會不會跌 最後也說一下大學的情況 那個大學 就自港大晚上查國殤之處 開始 都不約而同地開始查 成大 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民主女神像 展示期 有陣子 校方通報說 3月31日之前很搬走 現在其實都戒滿了很久 校方暫時都未提 會不會搬運或者傳放 學生會就明顯 其實在這個搬運和傳放 安排命名前 就不會考慮搬走這個民主女神像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我negal opinion 民主女神像誰放進去 那屋主人是誰 成大民主女神像 應該是成大學生會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是 因為他是反中原官 他違反國安法 立即回覆走 所以視乎他這個 他的法律定義在哪裡 如果他是一個 他要求 你覺得它是違反 違反了 我不再給你 我不再給你那個叫做什麼 那就是一件事 但你已經過了期了 我不讓你續了 那你就搬走 但如果你一來還說這件事違反國安法 其實我可以馬上搬走 而且如果你是在之後什麼時候 那些學生可以 如果是什麼的話 答應在國安法立票之後繼續握的時候 你可以調查學生 整件事是可以這樣 所以問題是法律是否斷議問題 所以成大是怎麼斷議法律 其實學生教了什麼呢 簡單來說 現在維護國安法是一條大罪 為什麼還可以這麼堅持 或者留個帳在這裡 其實有意義 五案九都不會教學生會 就是這樣 當初都是權力欲 因為教學生會 你會在很短時間獲得很大的權力 學生會本身有權力欲的問題 即是你立即變成一個大人 明白嗎 所以你馬上去台面 你不是搞學生會的人 搞學生會你馬上去台面 立即變成一個權力欲的大人 所以對於學生會來說 對於一些有權力欲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有權力欲當然不是一件壞事 你想賺錢的一種權力欲 就是金權力 就是一個財力力 所以你有權力欲不是一件壞事 我只是問為何搞 因為他們有權力欲 有權力欲有權力 即是不死才能有更多的權力 休息事為你躺更好的屁 你一個不小心 不搬任主要常常被人斬頭 你之後再多權力也沒有用 但問題是你要拼搏 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必須要是 你很成功 你成功的人全部都是肯拼搏的人 而且周遲會拼搏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你會發現 譬如有很多民企老闆 你會發現 哇 你知道其實民企老闆 香港 大陸的民企老闆 是全部是資不抵債的 他們成功的時候 總之他計算賄賂 TART 所有的利息 所有的成本 到最後 賺9元就是花10元 即是給高利息 所有的成本 或者如果計算花10元 甚至可能賺8元 賺8元就花10元 但問題是他們一直 然後雪球一直滾大一點 再借回來 再借回來 雪球一直滾大一點 滾到最後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溫家寶10萬億救市 4萬億救市 那時候樓價升了10倍 那時候他們就全部回身 由負資產給責資產 但是他們最初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溫家寶會4萬億救市 所以他們整件事 就是過去一天的時候 他賺了中間享受 例如大哥 你那些賺8元 賺8元就花1元 就花成本9元 然後再花1元 那1元當然可能每年花2億 2、3億 你為什麼一年可以有這麼多的錢去花 就是明天什麼時候才算 明天坐牢才算 你賄賂 所有東西都算 你坐牢才算 坐牢是以後的事 現在這些坐牢是以後的事 那些大陸的民企 但是那些人才賺這麼多錢 那些人才會無端端一招發達 你現在這些人 你無端端你現在這種權力的時候 就是說我講 孫中山的權力非常強的人 但是問題是他做的是殺頭 他做的事的時候 你是殺頭得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回報 可能的時候在一九零幾年的時候 他做革命黨的時候 是死亡一條來的 對不對 但問題是孫中山都是他 他都是這樣拼搏 那個傻的那個人 無端端那些傻的那個人 OK 做一些永遠都沒有機會 砍到清朝的根基投資 結果那個人就發出彈了 那你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那所以就永遠都是一些傻的人 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出來的社會你要記住 好像我這麼聰明 有這麼聰明的人 是永遠無法達的 你會發現有錢的人 發達的人都很昂貴 你不知道是什麼人會發達的 你不會很聰明 但是他當然不會蠢到 什麼加來一 所以他不是一個非常蠢的人 但是他會是 有一定的哲力 然後溝通 那些人是最容易成功的 但是溝通其實就好像精緻一樣 你可能你是 記一粒精子只有一粒生 那這些就是那些犧牲的精子 但是是有人類 尤其是男人 是有天生一個這樣的 biological的傾向 就是自己去死的傾向 你會知道女人有少一點 那我拭目以待 看看他們會不會成功 我想失敗的都會多 看看國安處要抓他們 用什麼去告他們 那未必有國安處要抓他們 一句只是警告 他就叫了刀仔巨大樹 又贏了明星又不用坐 跑贏全漢 是 那今天這個講文 暫時到這裡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